突然间,正到门派所在之地,有一道目光注视而来 陈欢与陈炎立刻转头望去 只见飘渺宗始祖新海望着他们,点了点头 陈欢与陈炎二人刚才在飘渺宗弟子出来时 也曾注意到新海的举动,但却猜不出原因 此时二人看了预见后,已然心知肚明 陈话园这边皱着眉,打亮了陈欢、陈炎与新海几眼 心中有种不妙的感觉,但却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有问题 他沉吟片刻,实在想不出头绪 内心冷哼一声,再次捏碎黑色小旗上的一个灵魂 此时,不仅是陈话园 其他正到魔门的几个门派也都察觉到了异常 彼此心里都有些疑惑 不知飘渺宗与和欢宗的弟子到底说了些什么 致使三个元英七高手面色如此阴沉 甚至连古外的赵国小门派、小家族和散修们 都察觉到了气氛有些诡异 彼此之间低声议论起来,纷纷猜测 就在这时,天空忽然一暗 紧接着一道环形的光圈无声无息出现 这光圈在半空中竖起变大 最终在其直径达到十丈时,四人从光圈内迈入 当前一人身体肥胖脸上挂着微笑 在他出现了一瞬间 地上所有元英七高手全部飞起 躬身站在两旁 这人正是留守在赵国的修真国监察使者 林毅 各位 今日林某来此 是为了协助上级使者 开启域外通道 绝对不会对你们的进入资格多加干涉 诸位 大可放心 在林毅身后的三人 除了嫖男子与飘渺宗的白发道人之外 再就是天道门那个干寿老者 这三人陪同林毅从天而降 站在谷外的一片空地上 其他元英七高手纷纷跟随站在一旁 新海找了个机会 站在白发老人身边 低声传音一番 这白发道人正是飘渺宗的第一高手 须没真人 他听到新海的传音后 只是神色如常地点了点头 这时 阵法再次亮起 走出五个人 这五人一出现 立刻掀起一股阴寒之气 五人双眼通红 走出后二话不说 四下看了看 最后走到一处角落 盘膝坐地 沉默不语 他们是哪个门派的 众人立刻再次议论起来 许久之后也没有人猜出这五人的所属门派 于是他们纷纷侧目 看向空地上的那几位高手 实者大人 您看这诗阴宗的弟子 一个个身上力气浓郁 听说诗阴宗有一种秘法 可以让弟子与诗魁融合在一起 想必这五人就是那所谓的人魁了 不错 这五人的确是人魁 叶道友居然没来 诗阴宗没有按照规矩 把令牌留在绝冥谷 已经被取消了资格 即便是不来也没关系 诗阴宗 这次御外通道开启 恐怕又会有数人成功夺赦 恢复修为了吧 吴风谷也没有把令牌留在绝冥谷 资格取消 不过由于你们是把令牌 送给了其他门派 所以得到令牌的门派不受限制 可以拥有两块令牌 吴风谷的元英七高手是一个黑脸老者 闻言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只是扫了藤化元一眼 没有说话 藤化元同样沉默不语 即便他只是作为吴风谷的客卿十足 也付出了极高的代价才把令牌拿到手 这时阵法再次亮起 藤化元心中忽然移动 他感觉到那一丝诅咒之力正在接近 脸上立刻露出嗜血之色 他眯起双眼盯着阵法 只待王林出现 他就立刻瞬移出去 阵法闪烁间 有一人走出 藤化元正要瞬移忽然一正 他盯着那个人影 怒火腾的一下升起 这人根本就不是王林 而是吴风谷的一个筑基初期的弟子 藤化元面色阴沉 右手在黑色小旗上 一连捏碎十多个灵魂 这才收手沉默起来 那弟子一出现 连忙跑到藤化元与黑脸老者面前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声音里充满了恐惧 师祖 他们都死了 王鹏大师兄也死了 我距离远才逃过一劫 既然都死了 你也不该毒火 说完 那黑脸老者一挥手 一指灵力拍向那弟子的脑袋 就如同被拍碎的西瓜一样 碎裂开来 一阵微风吹来 血腥味立刻散开 谷外目睹此事的那些小门派的修士们 一个个脸色古怪 甚至对无风谷的议论声都突然停止 四周顿时一片安静 就在这时 阵法又亮了一下 这次走出的人比较多 一个接一个陆续地走出来 藤化园扫了一眼 发现是玄道宗的弟子 但仍然凝神盯去 突然 他神色一动 脸上涌现杀鸡 身子一动瞬间消失 再次出现 已然是在玄道宗弟子身边 你终于出来了 说着 他大手一抓 向着刚从阵法内走出的一个青年头顶 抓了过去 那青年双眸中冷光一闪 身子在藤化园抓来的瞬间立刻消失 出现时已经身在半空 紧接着 四周传出数道惊呼 凡是从谷内出来的弟子 无论哪个门派 一个个都激动起来 纷纷大喊道 在谷内 他们惧怕亡灵 这三个月来忍气吞声 但现在自家长辈就在身边 一个个又顿时胆气壮了起来 藤化园没想到对方居然能瞬移 一愣之下被对方躲过 一声大喊从何欢宗内传出 此话一出 谷外所有的赵国修士轰然议论起来 目光全都看向半空中那个青年 就连监察使林毅也颇感兴趣地看了过去 宁神看了几眼后 他露出哑然之色 随即轻笑 摇头不语 诸位道友 此人杀我玄孙 与藤某有着不共戴天之仇 今日我斩杀他 此次身上所有物品我全都不要 但若有人阻碍 不要怪藤某翻脸 好 赵国的修士 我要插手 我倒要看看 藤某园 你敢不敢杀他 林毅此言一出 众人军事一愣 虽然不便议论 但各自心中都在猜测此话的含义 藤某园在林毅面前不敢嚣张 他皱了下眉 不明白对方话里的含义 朴男子目光一闪 神色古怪地望向天空中的青年 越看越是艳熟 可想了半天也没想出 对方到底是谁 不过对于林毅的话 他也是一头雾水 这青年也就筑基期的修为 藤某园怎么会不敢出手呢 不光是朴男子 几乎是所有园英期高手 心底 都在疑惑 绝名古外 半空中 那青年目光冷峻 面对四周无数修饰的注目 没有半点不适 他微微抬头 一股气息顿时从天而降 这股气息极为强悍 犹如天微降临一般 再看那青年 他的头发衣衫无风自动 一丝凌厉自他体内悠悠散出 四周的修饰 尤其是正道魔门的几个原英期高手 脸上立刻露出惊疑之色 甚至原本准备顺移过去的藤化园 略做迟疑后也立刻止住了 此刻 在他们眼中 这青年的修为正在急速攀升 这是在场的所有修饰至今都没见过 甚至没有听说过的 眼见那青年的修为 由注击初期迅速达到中期又达到后期 紧接着立刻突破注击 进入结单境界 甚至还没停下 而是继续一路攀升 结单初期 结单中期 结单后期 这还没完 一直到了结单后期 一道无形的波纹 以那青年为中心点扩散开 紧接着 一个一尺来高的原英 赫然出现在那青年头上 刚一露头 便立刻缩了回去 四周寂静得可怕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 看着眼前这一幕 他们无法想象 居然有人在他们面前 修为从注击初期 毫无预兆地 一路攀升到原英期 这还没完 只见了青年双手 抬起身子站的笔直 修为又从原英初期 一路攀升 最终突破初期达到中期 至此 那青年的修为增长 才堪堪停住 此时那青年一脸邪气 头发诡异地摆动 右手一指腾画员 开口问道 你可敢与我一战 此时此刻 那青年身上散发出的威压 在所有人看来 是石城石的爵士高手才有的 甚至包括那些原英期高手 一个个也震撼当场 眼中露出不敢置信的目光 林毅摸了摸下巴上的肥肉 似笑非笑地打量着半空中的青年 若有所思 这是谁家的小家伙到我的地盘上来玩的 持有五级修真国换成的千换壁 想必是来头不小 这种千换法宝 即便是在幻城也不常见 我记得它好像分为三个级别 从原英期到英病期 级别越高 对方身份就越尊贵 此时藤画员脸色难堪 他盯着半空中的青年神色复杂 现在他终于明白了刚才林毅画里的含义 身子一动 瞬间出现在石杖之外 王林 我不信你真的拥有原英期修为 否则你如何能进绝冥谷 要知道绝冥谷的阵法限制 化神器以下根本就进不去 藤画员没有急于出手 他内心也是惊疑不定 从心理上讲 他根本就不信王林能达到原英期 但眼前的一幕却又让他不得不信 对方所显露出来的气息神识 与原英期一般无二 再加上刚才自己在抓向他时 王林居然使出了原英期 才可以掌握的顺移技能 这些迹象又无疑不再表明 对方的的确确确是原英期高手 若是原英初期也就罢了 藤画员也敢一拼 可对方表现出的修为 竟是原英中期 他不得不小心谨慎起来 此时此刻 绝民谷外的所有人 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半空中的青年身上 没有任何人发现 绝民谷内通道里的阵法 飞快地闪烁了一下 一个青年从里面走出后 立刻躲在通道内的暗处 盯着半空中的藤画员 尤其是在对方右手拿的黑色小旗上 多看了几眼 藤画员正全神贯注地盯着对方 尽管察觉到诅咒之力有些波动 但他却没有在意 右手一挥小旗 一个灵魂被抽出 他冷笑一捏 灵魂顿时魂飞魄散 随后他手中黑色小旗一闪 收回储物带内 就在这时忽然整个天空一暗 三个月前出现的天地 微压再次来临 整个天空顿时被乌云笼罩 黑压压的一片沉了下来 紧接着一双巨大的手掌 从云层内探出 向两旁一拨 一个巨大的头颅突然间探了出来 这巨人正是三个月前的那位 他出现后 第一眼就看到半空中的青年 脸上顿时古怪起来 嘀咕了几句后 直接无视 三个月时间结束 域外战场通道开启 说完 那巨人双眼射出两道粗大的黑光 这两道黑光如同两条聚焦 相互收尾连接在一起 在虚空中形成一个巨大的圆圈 在这圆圈出现的瞬间 天地仿佛失去了一切明亮 变得黑茫茫一片 所有的光芒 全部被那两条蛟龙组成的圈 吸了进去 整个天地在这一刻 唯一明亮的 只有那个挂在半空的圆圈 巨人大手一挥扔出一个石头 那石头一出现 立刻爆裂开来 化成一个个古朴的符号 飞快地印在圆圈之中 紧接着 整个赵国境内 所有的灵气 全都向这里 晕迹而来 灵气第一次变得肉眼可见 只见一波波浓密的灵物 从四面八方 无穷无尽地涌了过来 全部被圆圈吸收 随着吸收 圆圈上的符号 渐渐明亮起来 最终出现了一个薄膜般的物质 这薄膜几乎透明 可以清晰地看到 在它里面是一片虚无的空间 无数破碎的尸体 残烈的法宝 废弃的材料 在薄膜的另一边慢慢飘过 天空的异变 超乎它的预料 打乱了王林之前的计划 此时的王林 站在绝明谷通道的暗处 并未看向天空的异变 而是一直盯着 藤化园的腰部 在那里挂着一个黑色储物袋 王林目光闪动 脑子飞快计算 慢慢地 他嘴角露出了一丝尘效 这时 巨人的右手忽然一转 伸出食指划破指尖 弹出了一滴血液 这一滴鲜血 在赵国修士眼中 犹如流星一般 急速射在圆圈中的薄膜之上 就如同是热水 洒在了雪中一样 薄膜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飞快地消融着 王林看准时机 墓中寒光一闪 右手紧握 灵力顿时涌入手心中 那件法宝之内 这法宝王林在闭关的 这两个月中 曾仔细研究过 他发现这法宝幻化出的人 相貌可以根据 自己的要求变化 而吸收了自己的灵力后 连同那一丝诅咒 都被抽出了一丝 此时半空中的青年 立刻双手一挥 一条紫色巨龙 从他体内钻住 乍一看 就如同是他化身成巨龙一般 紧接着巨龙狂吼一声 四周出现阵阵阴波 藤化园见此情形 面色大变 他现在已经完全确信 对方的确是 原鹰中气的高手 否则根本无法发出 这么强烈的气息 此时巨龙身子一翻 闪电一般冲向藤化园 他的獠牙已经露出 森森血口带着一股腥风 扑了上来 藤化园迅速后退 同时咬破舌尖 喷出了一口血雾 那血雾一出现 化成了巨大的蚊子 向着巨龙飞去 试图阻止巨龙的冲击 做完这些 藤化园连忙一拍储物袋 手中顿时浮现了一把七尺大鳍 就在这大鳍出现的一瞬间 吹出阵阵阴风 只见成百上千个人脸 从那旗帜上浮现出来 一个个露出痛苦的表情 疯狂地嘶喊着 藤化园右手一挥大旗 只见一个个只有头部的游魂 毫不犹豫地冲向巨龙 眼中露出求死之色 这魂帆火候不够 才三万多个魂魄 连小城都未打到啊 使者大人说得极是 我当年在域外战场 就看到过聚集了千万魂魄的魂帆 那威力实在是可怕 那也只是四级修真国的小城魂帆罢了 五级修真国毗卢国的炼魂宗 他们的镇派之宝就是一杆魂帆 据说旗内蕴含的魂魄超过了十亿 前后历经数千年才制作成功 腾化园一挥魂旗 三万精魂汹涌地冲向巨龙 说时迟那时快 眨眼间精魂就把巨龙包围住 疯狂钻入巨龙的体内 就在这一刻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那些精魂没有遇到丝毫阻挡 轻松冲入巨龙体内 就如同钻入空雾一般 这面钻进去 那面就出来了 只见三万个精魂 在巨龙体内钻来钻去 一时之间好不热闹 腾化园一震之下 巨龙已然穿过精魂 向他吞来 腾化园神色变幻 阴晴不定 他来不及细想 一边后退 一边扔出数个防御法宝 试图阻止巨龙 但是这些法宝 无论幻化出何种物质 都无法做到 那巨龙完全无视 这些防御法宝 直接穿透而过 狂吼一声 一口吞在腾化园身上 林毅神色古怪 看了看半空中 一直看热闹的巨人 发现那巨人也是满脸古怪之色 二人相互看了看 不发一眼 然后那巨人看着巨龙 忽然露出玩味的神情 腾化园血口临身之际 只感到一阵微风吹来 那巨龙来势汹汹 却在碰到他身体的瞬间 龙头无声无息地消散了 腾化园已经很久没有感觉到 冷汗的滋味 可就是在刚才那一瞬间 他后背已经浸出大量的汗水 这是幻术 我去你牢牢 他脸色一阵青一阵红 最后实在忍不住破口大骂 他自结丹期之后 几百年来从来没有如此直接地口吐脏话 在赵国所有修士面前 被一个幻术戏弄得灰头土脸 腾化园的怒火一下就升高到极限 他阴沉着脸一拍处无带 拿出黑色小旗 准备当着亡灵的面 把他的亲人一个个捏死 就在这时 点点光斑出现在半空 相互融合在一起 青年再次现身 他二话不说 立刻右手一挥 一道绿光在一闪之间 带着嘶嘶含义急速向腾化园射来 腾化园冷笑 身子不但不退反而向前一送 同时大手一抓 第一次用幻术会上当 第二次就未必了吧 王林 你就这一点小伎俩吗 说着腾化园的手已经抓在了飞剑上 绿光一闪 飞剑消失 再次出现时 已然是在腾化园身后 飞剑调转剑尖向着他的后背狠狠地刺入 只听叮的一声 飞剑仿佛刺在了金属上 硬生生被弹开老远 从腾化园后背破碎的衣角中能看到 他身上穿着一套金色内甲 此刻腾化园眼中寒光闪烁 面色阴沉地向前一脉 出现在青年身前 他右手一抓 指尖带起树道黑色丝状伶俐 向青年抓去 与此同时 他左手一挥 八道血色光柱顿时在二人身边出现 交挥在一起 形成一个牢笼 再看半空中那青年 脸上不但没有露出半点惊慌 反而隐隐现出讥讽之色 随着腾化园大手抓来的趋势 他的身体立刻化为虚影 消散一枯 两颗青色的米粒 一大一小 在青年消失的那一刻 从他体内浮现 紧接着 那两颗青色米粒飞快撞击在一起 腾化园面色顺变 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 一道蓝色的波纹扩散开 瞬间就覆盖了方圆千米 千米之内 顷刻间 变成了蓝色的海洋 有趣 这小家伙 既有幻城的千幻 又有黄泉宗的南兵山 那把飞剑也不简单 虽然是防瓶 但也具备了一些威力 不仅仅是灵异 此时那天上的巨人 见此情形也为之一愣 大有深意地看了一眼 绝明古通道的方向 裂开嘴角 露出古怪的笑容 天空中 两条蛟龙组成的圆圈内 那层薄膜已经消融了七七八八 眼看就要彻底打开 藤花园身体四周的血色光柱 瞬间便发出咔咔的声音 被冻成了八座冰雕 其牢笼的作用 彻底失去笑容 与此同时 一层层蓝冰顺着他的双脚迅速攀升 他明显感觉到 阵阵阴寒气流涌入体内 手脚开始有些僵硬 不过他并未惊慌 这种程度的寒冷 对他来说影响不大 体内灵力一转 手脚又渐渐恢复过来 就在这时 绝明古通道暗处的王林 忽然目光闪烁 身子刹那间在原地消失 仅剩的两次瞬移 又用了一次 出现时 恰好是在蓝色波纹荡漾开的瞬间 他凭借自身对阴寒之气的抵抗 不受余波影响 无声无息地站在了藤化园身边 王林深知自己的实力 根本无法与原英气抗衡 恐怕对手举手之间 就可以将自己杀死无数次 所以他并没有妄想报仇 尽管他心底已经杀意滔天 但他仍旧强压下来 在王林现身的那瞬间 右手一探 抓向藤化园腰上的储物袋 藤化园在王林出现的瞬间已有所察觉 他猛地一回头 对方的手已经抓在了他的储物袋上 藤化园脸上有猙獰之色闪过 王林的手在碰到储物袋的瞬间 感到有一股力量从储物袋内传出 顺着他的手臂钻入身体 一阵霹雳啪啦的响声中 他的手臂从指尖开始爆炸 迅速蔓延 王林一咬牙 绿色小剑瞬间临身 斩下自己的右手 身子借着爆炸的推力迅速后退 与此同时 他左手一抓 引力数隔空抓住储物袋 连同身子一起 急速退出老远 此时藤化园已然恢复了行动力 他脚下一脉跨出蓝色冰圈 向着王林追去 王林 你以为拿到老夫的储物袋 就能打开吗 当初你杀我玄孙 今日我要愁你魂魄 炼成魂犯 让你受尽世间酷刑而死 王林右手彻底被炸碎 后退时 他灵力一转 忍痛把伤口冻住 防止血液大量流逝 藤化园的储物袋 他不敢去拿 而是用引力数控制着 一直隔空抓着 藤化园此时内心颇为恼火 当着这么多同道的面 对付一个助击器的修士 这本就是一件自损身价的事情 若是一下子擒住或者杀死对方 倒也罢了 可他先是被那古怪的幻术锁片弄得灰头土脸 后来更是被那可恶的蓝色冰晶波及 身体出现暂时的姜麻 尽管很快就恢复正常 但那王林又突然出现 抢走了储物袋 这种感觉不亚于当众给他一耳光 而且还不是删了一次 是删了又删 删完再删 这耳光还删得无比响亮 最让腾化园恼火的 是对方明明就不堪一击 但却会瞬移之术 这让他心底暗静 瞬移可是原因其以上独有的法事 除了这些 最让腾化园心惊的 则是王林的果断与坚韧 他可以为了防止爆炸蔓延 而毫不犹豫地斩下右手 关于这点 腾化园心底不由地 生出一丝赞赏 但这次赞赏 瞬间就被仇恨淹没 对方越是果断 腾化园要杀他的心就越重 放你 你杀我寻寻在前 怨不得旁人 如果你放心 我杀了你以后 那所使腾力追杀你的寂寞老人 与他的满门 老夫也不会放过 腾化园心中冷笑 大手一挥 顿时怪风四起 之前飘荡在四周的三万英魂 全部汹涌而来 向着王林冲去 为了防止王林再次使用瞬移 他一拍胸口 猿鹰突然间从头顶冒出 吏叫一声 那猿鹰立刻肉眼可见地缩小了不少 紧接着 一颗血球从猿鹰口中吐出 那血球一出现 那血球一出现 立刻无限延伸开来 变成了一张血木 瞬间把四周笼罩起来 腾化园凭借二人之间的一丝诅咒之力 用血木罩住了王林 王林这边身子立刻被禁锢住 无法移动 他心地一静 正要瞬移 忽然他盯着那涌来的众多魂魄中的一个 两行血泪流了下来 王林直勾勾地盯着前方魂魄 身体不住地颤抖 那张痛苦的人脸 正是他的父亲 腾化园注意到王林的表情有意 反而不急着追上去 他右手一指 四周的三万魂魄全部停了下来 紧接着 王林父亲的魂魄单独飞出 冲向王林 看到了吗 你真以为老夫会把你全家的魂魄 单独放在一张魂旗里 王林 你太天真了 王林咬着牙 一缕鲜血从嘴角流下 他看着父亲的魂魄 冲进自己的身体 忍着体内振振刺痛 他仰天惨笑起来 笑声越来越大 连续喷出漱口鲜血后 他抬头望天 修仙 原来这就是修仙 好 好 说吧 王林一拍额头 吐出了一道阴寒灵气 将父亲的魂魄 将父亲的魂魄包裹住 冰冻起来 横化园看着王林 忽然心底升起了一丝彻骨的寒意 紧接着 他又觉得有些可笑 自己居然会害怕一个筑机器的修饰 他深吸口气 右手再次抑制 三万魂魄中又飞出一个 这次是王林的母亲 王林身体微颤 松开了引力术抓住的储物袋 这个东西对他来说已经失去了作用 童年的记忆 进入横跃派之前的记忆 如潮水一般涌上脑海 王林 你看我对你多仁慈 让你与父母团聚 腾化园说着 指尖微点 王林母亲的魂魄钻入到他的身体内 身体的疼痛远远不如心灵的伤痛 王林能感觉到自己的心正在滴血 他死死地盯着腾化园 再次用阴寒灵气 把母亲的魂魄冰冻保存好 好了 游戏暂时结束了 我知道你是打算用域外战场的通道来逃走 不过我早就猜到了 所以这个想法 你放弃吧 说完 腾化园右手一抓 王林的储物袋迅速飞起 落在他手中 他看都没看一眼 用力一捏 顿时储物袋碎爆开 连同里面的一切物品 包括资格令牌 全部消散 与此同时 四周三万个魂魄疯狂地冲向王林 转眼间无数魂魄嘶吼着钻入他的体内 吞噬着他的血肉与灵力 在他的皮肤上浮现了无数张人脸 有的魂魄冲向了包裹王林父母魂魄的冰晶 都被王林用自身护住 紧接着 王林的左手一点点被吞噬干净 随后是他的双腿 自始至终 他没有发出声音 他只是死死地盯着藤化园 那眼神让藤化园心底的寒意更重 没有人发现 此时天空中的那个巨人盯着王林 目中狂热之色闪过 随着三万魂魄在王林体内吞噬 他的身体一点点消散 藤化园脸上露出了猙獰之色 李儿 太爷也给你报仇了 你看见了吗 这还没完呢 等他的肉身被吃完后 太爷也会抽出他的魂魄 王林惨笑一声 肉体的疼痛他已经感觉不到了 趁着还有一口气 他毫不犹豫把包裹父母魂魄的冰晶 用引力树放在自己的胸口 这是他目前唯一能做的 即便是死 也要与爹娘死在一起 他不后悔自己从绝冥谷中走出 他知道 若是自己一心躲藏或许可以暂时逃过此劫 可哪怕还有一丁点的希望 他都不愿意放弃 出来或许还有机会抢回父母的魂魄 若不出来那一丝机会都没有 王林的身体被禁锢在这血木中 瞬移也失去了作用 此时此刻王林的心底有的只是恨 爹 娘 铁柱不孝 若有来生 希望我不再是你们的儿子 因为 我不配 若没有我 你们也不会遭此毒手 王林流着血泪 闭上了双眼 就在这时 一声苍老的叹息自王林胸口传来 紧接着 王林的身体突然间爆炸开 三万魂魄全部争相恐后地冲出 一道末光带着王林父母的魂魄瞬间射出 穿透四周血木 飞入域外空间的通道中 那被融化了十之八九的薄膜在那末光的冲击下立刻溃散 巨人与林毅在看到那末光的瞬间忽然脸色大变 这是 话还没出口 林毅就立刻闭嘴 二话不说身子一跃冲进了域外通道 但他刚碰到双胶的圆圈就被弹了回来 好好好 天大的功劳是老子的了 这次收获不错 先是看到利器 接着又看到了柱子 林毅 你若是敢和我抢 我就杀了你 说着 那巨人从云层中走出 高达数十丈的身躯 充满了压迫感 他身子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 迅速缩小 最终变成正常人的高度 在他的眉心处 露出了一个锤子形的图案 纸 你是什么意思 那缩小的巨人 狠狠地瞪了林毅一眼 一脚迈进域外通道的圆圈内 进去后右手一挥 通道瞬间再次化为两条蛟龙 眨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天空立刻恢复了明亮 黑压压的云层 全部消散 林毅的面色极为难看 他眼中寒光闪烁 回头看了眼茫然 不知发生何事的藤画园 冷笑一声 脚步一躺 身子迅速飞起 化作一道长虹 消失在天际 绝名古外的赵国修士 无论是谁都记住了 那个敢与原英七高手战斗的青年 那个叫做王林的筑基七修士的身影 牢牢地刻在了所有人心中 久久不散 这一次赵国的域外战场资格 被取消了 无论是否还有令牌存在 这一切都没有了价值 开启通道的使者都追出去了 哪里还记得这些事情 而林毅也是一肚子怒火 眼睁睁地看着修真联盟发布的任务物品 在自己眼前飞过 却被别人抢去 那种感觉让他机遇吐血 尤其是想到 这珠子居然一直都在赵国 他却没有任何察觉 自己身为赵国的监察使者 这事要传出去 实在是太丢人了 童话园阴沉着脸 他不知道王林到底死了没有 虽说心底猜测对方应该是死了 可他不知为何 没有看到王林在自己眼前彻底消散 他就有种心惊肉跳的感觉 此时绝名古外的众人 也都慢慢散开了 有关王林的故事 也被流传开去 一时之间 整个赵国的修真者 几乎都知道了 有这么一个人 朴南紫带着弟子回归玄道宗 在他身后跟着一个女子 这女子正是柳梅 他目睹了一切 心底泛起阵阵复杂难明的苦涩 对于王林 他不知为何有着一丝好感 随着时间变化 这种感觉非但没有淡确 反而在夜深人静之时 常常浮现在他心底 王卓与王浩也知道了 当日绝名古外发生的事情 内心对王林惹来灭门之灾的怨恨 也渐渐地消散了 他二人自问没有王林的胆量 敢与袁英七高手决斗 但这并不代表他二人放弃了报仇 王卓与王浩已经把杀死藤化园 当成了今生最大的目标 朴南紫回到宗门后 详细地了解了王家的惨剧 沉默片刻在柳梅的恳求下 他收留了王浩成为玄道宗弟子 柳梅知道 这是自己现在唯一能帮王林做的事情 即便王林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 而藤化园带着那种心惊肉跳的感觉 回到藤家城后就开始了闭关 他发誓 不达到元英后期 绝不出惯 自此之后 整个赵国似乎一下子安静了不少 域外战场充满了刚风与空间裂痕 此时此刻 在这存在了无数年的域外 有着来自数十个三级修真国 数量高达千人的清理队伍 这些人最高也就是注击后期修为 按道理说 以这样的修为 在这可怕的域外战场 根本就寸步难行 又怎么能完成清理的工作呢 实际上 在进入域外战场时 本国的监察使者 会给美人发放一枚玉符 这玉符的作用是防御刚风 同时也是五十年期限满后 传送回本国的信物 但是 对于神秘莫测 常常无声无息 可在域外战场任何地方出现的空间裂缝来说 这玉符的作用就微乎其微了 所以 域外战场对于这些筑机器修饰来说 还是极其危险的 若是谨慎一些 运气好一些 倒也可以安然无恙 一般来说 域外战场的生还率 在百分之三十左右 虽说不高 但在此地进行清理时 可获得许多的材料与法宝 两相对比 那些风险就无所谓了 修仙之人 本就是与天斗 风险越高 收获自然也就越大 而且 基本上凡是从域外战场 安然回归的修士 在各自的宗派 地位也会比其他弟子高出一头 而且修为也会有所提升 毕竟域外战场 灵气极其充沛 再加上常年的生死危机 修为自然提高得快 每次清理工作都会有人结单成功 这点也是助击期修士 冒着随时死亡的风险 也要来域外战场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时 域外战场东北角67度的位置 有一个面容白皙的青年 正在一具漂浮着的巨大尸体上 用刀子挖来挖去 若仔细看去 会发现这个人专挑那人身上 巨大铠甲的接缝处下刀 显然是看上了这个铠甲 那尸体上的铠甲 已经多处破损 有的地方露出被火烧过的痕迹 尤其是在巨人胸口处的那块 已经全部碎裂 露出一个拳头大小的伤口 除此之外 那巨人的眉心处 有一个锤子形的图案 这图案比较淡 若不仔细看 根本看不出来 这面容白皙的青年 名叫马良 是三级修正国火焚国战神殿的修士 拥有驻姬中期的修为 已经在域外战场逗留了三十多年 可谓是经验丰富 域外战场是个神奇的地方 在这里容颜都不会改变 马良正挖着那铠甲 忽然神色一变 身体立刻趴下 只见远处急速射来一道墨光 从他身边飞过去 青年一正 他刚才好像隐约看到 那墨光内有个珠子 于是他二话不说 迅速放弃巨人身上的铠甲 向前追去 他在域外空间三十多年 除了同行的修士之外 活人虽说没看到一个 但是自己会飞的法宝 倒是见识过不少 不过每次都会引起 大量的同行抢夺 马良有一次就远远地看到 一百多个驻姬后期的修士 在抢夺一把会自己飞的飞剑 虽说最终还是没人抢到 但马良听人说 那些会飞的东西 大都有着物质灵魂 这样的宝贝 威力都是极强的 马良以自身最快的速度追了上去 越追他心里越是兴奋 尤其是这里比较偏僻 他来这里一年多的时间 还没有遇到过一个修士 想到这里 他心跳加速 小爷的运气要来了 若是能得到那宝贝 以后带回到门派 想必小师妹定会对我刮目相看 到时候再把这宝贝送给掌门 让她把师妹许配给我 做我的双修道理 岂不妙哉 带着幻想 马良使出吃奶的力气 追了上去 可那墨珠的速度实在太快 马良没追多久就被拉出老远 他一咬牙 从储物袋里拿出一把梭子 通体红色 顿时一丝火热之气散发出来 这是马良在狱外战场清理时 最大的收获 他平时不敢拿出来 生怕被人抢走 可现在眼看墨光速度太快 宝贝就要从眼前消失 他不甘心 索性顾不得其他 拿出梭子向前一抛 那梭子立刻变大数倍 嗡的一声急速向前冲去 马良早就在梭子变大的一瞬间 趴在上面死死抱住 他只感觉到狂风猛吹 如拳头一样打在身上 眼睛好不容易睁开 转眼间就与那墨光 拉近了距离 带着兴奋的心情 马良抱着梭子 对那墨光穷追不舍 时间很快过去 有了梭子之后 马良虽说不会追丢墨光 但若想要超过或者拦截 现在还做不到 只能保持一前一后的距离 不被拉开太远 一直到第三天 马良看着四周陌生的域外战场 心底开始打起退堂鼓 要知道 在域外战场 最危险的除了刚风与空间裂痕外 就是去到陌生的地方 陌生代表着很多含义 这里有可能会突然出现 大量的空间裂痕吞噬掉一切 马良以前就听老人说过 域外战场太大了 他们清理的只不过是一小部分而已 仅仅是这一小部分 就有数个地方会出现 大量的空间裂痕 正犹豫间 马良忽然发现 前面突然出现了一排 密密麻麻的白色细条 一看这细条 他神色大变 立刻控制梭子 强行停了下来 急速后退 那白色的细条 他太熟悉了 那就是空间裂痕 这空间裂痕 刚出现时正是这样 相信很快那些细条 就会越来越大 最终形成一个巨大的裂缝 吞噬掉周遭的一切 马良脸色苍白 他四下看了看 发现只有前方有空间裂痕 罢了 为了一个不知道什么作用的宝贝丢掉性命 也太不值了 我还没和小师妹双修呢 要是就这么死了 那我肯定死不瞑目 罢了罢了 不准了 就在这时 在墨光的前方 一道细条忽然飞裂开 墨光没有半点停留 钻入裂痕内 消失了 空间裂痕 你又吞下一个宝贝 老子在这里三十多年了 看见你吞了多少 没有一万也有八千了 就不能给老子留一个呀 他刚骂完 突然间身体一寒 他的肩膀被人拍了一下 冷汗瞬间流出 他哆嗦着身子慢慢转身 只见在他身后 站着一个中年汉子 这汉子 面色很难看 小家伙 那道墨光 你看见了 马良一眼就看到 中年人没心处 有一个锤子形的图案 立马倒吸了口冷气 在域外战场三十年 他见过很多次 这样的图案 甚至就在几天前 他还见到过 这图案 他曾经在一些老人那里 听说过 是四级修真国 巨魔族的标志 巨魔族的族人 天生就拥有灵力 是最佳的修真者 同时也是本土修真星 几个五级修真国中 唯一一个全国 只有一个宗派的修真国 马良口干舌燥 不敢有丝毫隐瞒 连忙点头 是是 前辈 我看见那道目光了 他飞向那里 被空间裂痕吞了 这中年汉子 正是从赵国追来的尺 他一路上拼命地追 越追越是心惊 那珠子的速度 居然与他不相上下 而且在他的拦截之下 全都闪躲过去 非但速度没减 反而越来越快 最后他险些被甩开 再加上时而出现的空间裂痕 齿虽说不怕 但若是被空间裂痕缠住 也是颇为麻烦 拥有化神中期修为的他 面对空间裂缝 只能做到不被吸入 还做不到来去自如 有了空间裂缝的阻碍之后 他的速度再次降了下来 即便是加上瞬移 也只能保持不追丢罢了 追到半路他发现了马良 没想到这马良使用了那梭子后 居然比他速度还要快一些 听完马良的叙述 齿阴沉着脸 心底极为恼火 域外空间尽管很大 但他知道这里还是有边际的 可空间裂痕内 几乎就是无边无际了 即便是回去寻找 族内应变后期的绝世强者去寻找 恐怕也是大海捞针 希望渺茫 想到这里他看了马良一眼 右手一抓 把那梭子抓在手中 说完他身体一动 看都不看马良一眼 向原路飞回 带对方走后 马良擦了擦头上的冷汗 松了口气 赶忙离开此地 马良不知道 刚刚那人是巨魔族的齿 在四级修真国名气颇大 不过他的名气大都来自 所谓不捡东西就算丢的性格 这次就连去三级修真国 都要把灵异通天塔的光柱带走 由此可见一般 域外空间的裂痕 是因为这里经过千年万载的战斗 致使此地已然接近崩溃边缘 若不是修真联盟 每隔一段日子都会用大法术加固一次 恐怕早就坍塌 化为虚无了 空间裂缝连接的是一片星海 那里可谓是无边无际 充满了暴虐的能量 以及无数神秘的生物 曾经进入空间裂缝并且成功走出的人 不是没有 但那些鹰变气高手往往是刚一进入便被挪移出来 而这一过程是建立在裂缝内那恐怖的吸扯力 尚未完全开动的情况下 域外战场的空间裂缝的可怕之处 正是那即使是鹰变气高手也为之色变的吸扯力 那种力量 就连体内的灵力都能被生生吸出 更不用提想要逃脱了 这些只是其一 还有就是那些空间裂缝 谁也不知道里面到底连接到什么地方 只是从那些高手口中得知 裂缝内一片黑暗什么都看不清楚 神石更是被禁锢在体内无法散出 此时在空间裂缝内忽然出现了一个光点 慢慢地在虚空中漂浮 仔细看去就能发现在那光点之中 有一团灵魂之火正在微弱地闪烁着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那光点一直在虚无中飘荡 那团灵魂之火慢慢有了消散的迹象 岁月弹指间一晃而过 光点完全暗淡下来 光点内的那团灵魂之火只剩下一点火苗 这一日 一个巨大的阴影忽然从远处向光点飘来 仔细看发现那阴影赫然就是一具庞大的尸体 这尸体远远看去似与巨魔族族人一样 仔细来看却有不同 尸体额头上踏印的不是锤子 而是斧头 是一把黑色的斧头 若是有巨魔族族人在此定会认出 这斧头代表着此人是巨魔族的祖魔 亦或者说是上古魔族 在这巨魔尸体接触到光点的那一瞬间 忽然一道烟丝从尸体上散出 在半空中化成了一只头生双脚的虚幻生物 那生物贪婪地盯着光点 身子一动向光点扑去 这生物是空间裂缝内特有的一种神秘物种 它吞噬一切物质 无论是尸体 法宝还是灵魂 在它整个身子扑向光点的瞬间忽然尖叫起来 想要挣扎逃跑 但几乎就在那一刹那 它的身子立刻被光点吸入 转眼间消失无踪 只留下那具庞大的躯体 飘在半空一动不动 吸收了那生物之后 光点渐渐亮了起来 其内的那团灵魂之火也变得旺盛起来 而就在这一刻 王林苏醒了 准确地说是它的灵魂苏醒了 在王林灵魂苏醒的一瞬间 它没有任何意识 只是一团灵魂之火 一种很冷的感觉从它的神石中传来 这时 在它的身边有一个很大的火源 这火源尽管散发着阵阵邪恶的气息 但王林没有丝毫犹豫 扑了过去 只见那光点刷的一下 从巨人尸体的额头钻了进去 被一团可以说是魔火的物质包围 王林的神石不再有冷的感觉 而是慢慢归于平静 时间再次慢慢过去 这次要比之前更加漫长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 王林藏身的那具尸体 一直在虚无中 慢慢飘荡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王林神石寄身的原因 无数只烟丝状的生物在四周化形而出 飞蛾扑火般吞噬而来 最终一个个被王林吸收 而吞噬了这些生物的王林 它的神石也越来越壮大 灵魂之火也越来越旺盛 越是如此 就有越多的生物从虚无中出现 疯狂地向这里扑来 王林不知道 在那些生物眼中 它寄身的尸体就仿佛一个巨大的发光体 在这黑暗的世界里 异常明亮 吸引着其他生物的疯狂追逐 王林不知道时间具体过了多久 它自从清醒后就一直浑浑噩噩 它只记得自己已经吞噬了数值不尽的生物 每吞噬一个 它就感觉神石更加清晰一分 终于在某一天 王林想起了自己出生的影 想起了十六年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时光 想起了横跃派的日子 最终 它想起了藤化园 一股悲哀的情绪在它的神石之中波动 转眼间它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司徒南在最后关头冒险救下了它 并且把它带到域外战场 来到了空间裂缝 在进入空间裂缝的瞬间 天逆珠子忽然发生了一些古怪的改变 准确地说 是它消失了 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王林此时却能清晰地感觉到 天逆珠子并没有消失 而是以一种它不理解的方式 融入到了王林的灵魂之中 甚至可以说是天逆珠子融化了 与王林的灵魂交融在一起 也正是因为如此 那些强大的神秘物种 才会被它一一吞噬 司徒男也并没有死 而是陷入到永久的沉睡之中 他在沉睡前做的最后一件事 就是把王林父母的魂魄 包裹在他的原因之中 一起陷入沉睡 王林的父母不是修道之人 不可能有机会复活或者夺赦 这点王林是知道的 他只是想把父母的魂魄 留在身边 不愿让他们魂飞魄散 仅此而已 在王林恢复了全部记忆后 他发现自己的神石 已经变得极为庞大 那巨人的尸体 似乎有些承受不住 已经开始慢慢崩溃 无奈之下 王林神石一动 从巨人的尸体上离开 那种冰冷的感觉再次出现 他就这么飘荡在虚无之中 寻找下一个能让他寄身的尸体 王林在虚无之中 每寻到一具尸体 他都会寄身其内 同样的 那些神秘的物种 依然还是不断地向他扑来 然后被他吞噬 这一过程持续了许久 之后 王林的神石更加壮大 渐渐地吞噬那些强大的物种 几乎成为了王林的一种习惯 慢慢地他由被动吞噬 变成了主动出击 亦或者说 王林在这里待得太久了 久到他已经把自己的记忆 搜索了无数遍 他甚至对自己以前做过的每一件事 都做了详细的分析 直到最后他实在无事可做 忽然想到曾经得到的那本阵法书 王林立刻回忆起书上的内容 开始不断推演 直到那本书的基础阵法 被他彻底推算完后 他再次陷入了 无事可做的状态中 在这无数岁月中 王林不止一次看到过 有空间裂缝的出口出现 但他的神识太庞大 庞大到根本就无法从那细小的裂缝内钻出 但他发现 随着自己神识的不断壮大 虽然不能从那细缝内钻出 但每次撞击都会让那裂缝出现崩溃的迹象 只不过这种撞击最多也只能持续一两次罢了 之后那裂缝就会自动消失 一两次的撞击无法让裂缝崩溃 王林知道 这是因为他的神识体还不够庞大 于是为了冲击裂缝 撞大自己的神识体 他在虚无空间里 开始了疯狂的吞噬 他彻底抛去了寻找尸体寄生的想法 而是在这无边无际的虚无之中 飞快移动 每当发现有那种神秘物质 他会涌上去直接吞噬 这种生活持续了许久 每当发现裂缝时 王林都会尝试撞击 崩溃的迹象也越来越严重 王林知道 只要自己坚持下去 一定会有两次撞击后 裂缝就可崩溃的一天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发现虚无之中的那神秘物种 似乎完全消失了 无论他如何寻找 都再也找不到意志 王林在虚无空间内加大了搜索的范围 忽然有一天 一股与王林不相上下的神石体与他相遇 这是王林第一次发现 这里居然有和他差不多的神石体 你过界了 一个模糊的声音传入到王林的神石之中 王林一正 立刻以同样的方式传出一道神石 怎么才能离开这里 离开 为什么要离开 这里无法离开 对方传出神石 随后慢慢退开 消失了 王林沉默片刻 从对方的话语中 他听出了一丝寒意 这空间裂缝内 同他一样的神石体应该还有一些 甚至可能会有更加强大的神石存在 而且神石体彼此之间 应该有类似领地的存在 一旦过界 就会有一场恶斗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在这场意外的相遇后 王林调转方向 他开始在虚无空间内 有目的地飘荡 他在四周一共发现了 三个与他一样庞大的神石体 通过交流 他知道以自身的实力 是无法在一到两次的撞击下 撞碎空间裂缝的 但王林回归的决心极为坚定 他沉寂许久后 想到了一个疯狂的计划 这一日 王林的神石全部散开 很快就覆盖住全部领地 神石扩散得越大 波动就越是剧烈 王林密切地观察着 神石波及范围的每一处位置 忽然有一个位置上 出现了一个细微的空间裂缝 王林没有犹豫 神石立刻探入进去 在进入的一瞬间 他毅然地斩断那丝神石 随着裂缝的消失 那一丝神石也失去感应 王林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继续等待下一个裂缝的出现 许浩 是三级修真国 巨陆国领武宗的六代弟子 此时 他坐在一块巨大的扶石上 整理自己这几年来的战利品 就在这时 忽然他的传音欲见 剧烈闪动 许浩眉头微皱 拿出预检放在额头 顿时 一个急促的声音 在他神石中响起 让他速去西北角四十八度位置 那里出现了一个无主的神石 传音者是他在狱外战场上 认识的好友葛阳 他二人均是铸鸡后期的修为 时常联手杀人夺宝 配合十分默契 许浩听完 面色微变 紧接着他露出狂喜之色 神石是域外战场上最珍贵之物 比之完整的法宝更是稀少 只有那些强大的修真者 死亡之后原因离体被消灭 才会有极小的几率 有一丝神石散出 这神石的具体作用许浩不知 但他清晰地记得 在进入域外战场的那一刻 上级修真国的使者列出一个单子 排在前十位的赫然就有神石一项 那单子上的东西是得到后必须上缴 并且会给予他们一定的奖励的物品 想到这里 许浩感觉心脏狂跳 二话不说身子一动 向着西北脚废去 当许浩来到这里的时候 发现此地已经聚集了很多人 不远处有一个巨大的罩子 罩子内有一个巨大的蓝色光斑 那光斑飘在半空 一动不动 许浩露出贪婪的目光 二话不说一拍储物带 拿出一把漆黑的叉子 冲了过去 再说亡林 他静静地等待空间裂痕的出现 许久之后 在他的神识范围内 突然出现了八个裂缝 亡林的神识立刻探入割断 送出八道神识 这样的过程一直在持续 亡林的神识也越来越少 送出去的神识已经无数 在近三年的时间里 域外战场已经陷入了疯狂之中 自从三年前突然出现的五主神识 被许葛二人抢走之后 让所有在域外战场清理的修士们 为之疯狂的是 之后几乎每天都会有神识 出现在域外战场 多到无法想象 这怪异的一幕 若是往常 定会引起上级修真国的注意 可这三年 上级修真国却没有派一个人来探查 归根结底 问题还是出现在空间裂缝上 这十年来 整个域外战场 空间裂缝太多了 尤其是几个入口的地方 四五级修真国的强者们 分析得到的答案是 域外战场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 此时 哪怕任何一个原英七高手进入 都极有可能会引发 不可收拾的大崩溃 至于请六级修真国的人来此修复 那代价太高了 即便是知道域外战场内有大量神识 相比之下 也还是不足以支付修复的费用 而且 域外战场并非只有一处 实在没有必要去修复一个快要崩溃的战场 所以一般来说 若是域外战场在法术加固时起不到效果 这个战场就会被放弃掉 不过 让这些强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这个战场明明预算还可以使用几千年 为什么却在短短的十年间会突然加速恶化呢 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的缘由其实要追溯到亡灵头上 若不是他长时间撞击 也不会如此 空间裂缝的时间 与域外战场截然不同 在空间裂缝的虚无中度过一百年 域外战场只不过是一年罢了 准确地说 王林在空间裂缝中撞击裂缝的时间 对于外界来说是七年 可实际上却是七百年 七百年持续的撞击造成了域外战场的加速恶化 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四五级修真国的修士敢进入到这个域外战场 只能传音进来告诉那些三级修真国的修士取消这次清理工作 全力寻找神石 然后统一开启传颂阵 接所有人离开 王林早就忘记了时间 他的神石越来越弱 越来越小 现在的他已经不再继续切断神石 而是在等 等较大的裂缝出现 这一日 在王林的神石范围内 终于出现了一个比往常大数倍的空间裂缝 他毫不犹豫钻了进去 马良看中了一件法宝 这法宝与他当年遇到的那道末光一样 都是可以自动飞行之物 为了这件法宝 他已经筋疲力尽 追了三天 他苦笑地望着前方那把带着紫光的飞剑 若当年那梭子没有被人抢去 现在肯定可以轻松追上 也不至于这么累 想起梭子 马良不由自主地联想到那末光 十多年来 他不止一次地幻想过 那末光内到底是什么法宝 居然能被巨魔族的族人追抢 可见一定是了不得的逆天法宝 每次想到这里 他都忍不住哀声叹气 唉 传送通道早不开晚不开 偏偏老子五十年期限就要满了才打开 不过无论怎么说总算是可以回家了 最近几年这里太危险了 都是那些突然出现的神石闹 等把这顶飞剑弄到手就回到集结点 小师妹你可一定要等我呀 千万别答应大师兄 他可是个人面受心的畜生 只有我才是真心对你 不过五十年过去了 小师妹现在到底变成什么样子了 她修炼战神诀 据说有助言作用 看起来应该也就是三十多岁吧 要是她变成老太婆 那我还是放弃好了 这次战神殿来的几十人 只剩下十人还活着 我这次回去定会被掌门重点栽培 而且我前段日子得到的那瓶丹药 服下一力就能青春有助 等我回去了 看起来也就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到时候什么样子的妞我找不到 马良只感觉全身都充满了动力 速度又加快了些 正得意见 忽然从远处迅速飞来两道长虹 眨眼间就临近马良 其中一道长虹立刻超过马良 在她前方的飞剑处一晃露出身形 一个看起来三十多岁的青年 目光阴沉 他大手一抓捏住飞剑后 看都不看直接扔进储物袋里 随后转过身 阴森森地盯着马良 此时另外一道长虹也落下 一个身穿黑衣的中年人站在马良身后 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许昊 葛阳 马良心底叫哭 对方二人的样子他以前就见过 所以这才一眼就认出 这二人臭名狼藉 专系杀人夺宝 马良果断地撕下储物袋 直接扔给前方的许昊 两位道友 我这些年所有的收获都在这里了 二位尽管拿去 我只求能保住性命 许昊一震 在储物袋中用神石一扫 看了马良一眼 你是我见过最没顾忌的 不过也是最识时误的 罢了 今天就放你一次 滚 马良松了口气正要退开 忽然他面色一变 喷出一口鲜血 一把飞剑从他胸口穿透而过 他身子颤抖 感觉到了自己的生命正在慢慢流逝 他挣扎着转过身 盯着葛阳 口中流着鲜血 我可没说放了你 说完 葛阳身子一动 看都不看马良一眼 向远处飞去 许昊嘖嘖几声 对弥留之际的马良摇了摇头 起身跟了上去 他心里明白 这是葛阳暗恨马良把储物袋给了自己 他与葛阳二人有协议 储物袋到谁手里 那就是谁的 不可争夺 若是刚才马良把储物袋给了葛阳 许昊也会这么做 马良的意识已经模糊 他眼前浮现出小师妹的身影 渐渐闭上双眼 就在这时 马良尸体一旁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间裂缝 一道庞大神石一跃而出 冲了出来 那神石出现后 略一停顿 便立刻钻入马良的体内 许久之后 马良猛地睁开双眼 两道金光在其眼内一闪而过 他胸前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生长 很快就恢复如初 片刻后 一个冰冷到极致的声音 从他口中传了出来 藤华人 我亡灵回来了 神石归 突然间 整个域外战场 亡灵之前所有的神石 无论是在别人储物袋里的 亦或是被别人炼化在体内的 又或者是正在被人抢夺的 所有的神石 在这一刻全部颤动起来 一道道神石 从域外战场的各个方向 迅速从法宝 处物带人体内疯狂钻出 向着亡灵所在之地 聚集而来 从未有过的慌乱 在域外战场每一个 获得神石的修士心中生起 修真联盟 是一个庞大的组织 它具体由多少个成员国组成 除了极少数人知道外 其他人一概不知 成为成员国的最低标准 是修真国等级达到六级 拥有修真心 一般来说 只要是修真国都隶属于修真联盟管理 但实际上 对拥有无数成员国的修真联盟来说 根本没有那个精力与时间去管理 所以总的来说 六级以下的修真国都隶属于本星球的六级修真国管理 朱雀国用了近十万年的时间 以突飞猛进的攀升速度 从一级达到了六级 成为耗时最短的六级修真国之一 成为六级修真国后 朱雀国获得了一颗星球 作为六级修真国的标志 这个星球也随之被修真联盟命名为朱雀星 在朱雀星上 朱雀国的声音就是神灵的意志 朱雀星共有十八个五级修真国 在他们达到五级修真国标准的那一刻 六级修真国会赠送十个域外战场 也就是说 整个朱雀星域外战场只有180个 每坍塌一个就永久性地少一个 除非是肯花费极其庞大的物资 向六级修真国购买 否则没有任何方法恢复 至于域外战场是如何开辟的 那些空间裂缝又通向哪里 五级修真国无人得知 据说开辟域外战场的法术 是修真国在晋升六级时 由修真联盟统一赠送 并严厉要求不可泄露给六级以下的修真国 否则将会被除名 每一个五级修真国都掌控着众多的四级修真国 同样的 每一个四级修真国也控制着更多的三级修真国 至于一二级修真国 修真联盟明文规定 不许干涉 任由他们发展 赵国是朱雀星的三级国家 他受控于四级修真国 青龙国 而青龙国背后的掌控者 实际上是五级修真国 巨魔族 每次域外大战 赵国的所有元英七高手都会被征兆 不得有任何的拖延与反抗 当年恒岳派的五位始祖就是如此 去的话 恒岳派可保 但他们五人生死未知 不去的话 恒岳派被灭不说 他们五人也是插翅难飞 必死无影 其实同样的事情 在每一个三级国家 均是如此 物竞天则弱肉强食 强者的一句话 弱者只能遵从 或许正是在这种近乎残酷的法则中 才导致了修真之人 往往比凡人更加势快 又或许 在那些高高在上的修真联盟眼中 这个世界 这个宇宙 就是一个庞大的熔炉 无论是凡人也好 修真的人也好 都在被无情地熔炼 上古神话时期 修真之人讲究天道 讲究道心 追求的是一个道 修仙之人 给人的感觉是飘逸 是出尘 是先锋 是天心 但随着上古神话时期 在那场突如其来的浩劫中灭亡后 修真联盟突然崛起 道这个字 已经被完全粉碎 后来的事实证明 无欲无求的修真 注定将是灭亡 这是一条错误的路线 只有充满弱肉强势 物尽天择的修真之路 才是真正可以生存下去的 唯一道路 虽然不知道最终的结果如何 但起码到现在为止 在修真联盟的带领下 修真者 无论是实力还是势力 都远远超过上古文明时期 这就足够了 此时此刻 在五级修真国巨魔族的某个域外战场内 一场诡异的变化 正在出现 凡是之前三年内 获得神识的修士 全部成惶成恐 整个域外战场 就如同一道道流星雨一般 无数的神识 向着某个方向冲去 紧接着 本就处于坍塌边缘的域外战场 承受不住这神识波动 开始坍塌 只见一大块域外战场 忽然之间裂开一道巨大的口子 与此同时 一股庞大的神识 从那巨大的口子中小心翼翼探出 随后则是肆无忌惮地汹涌而出 疯狂地吞噬起来 跟随庞大神识一起出现的 还有大量的神秘物种 就是当初被亡灵吞噬干净的 那些烟状生物 同样的一幕 在域外战场数个地方也开始出现 一共有三个庞大的神识 从巨大的空间裂缝内钻出 数之不尽的神秘物种 紧跟其后一拥而上 见人就扑 见物就上 用蝗虫来形容 一点也不为过 域外战场的修士们 一个个都使出了全部实力 发疯一般逃跑 向着传送阵的方向飞去 生怕慢了一步 就会被吞噬掉 只见一道道见光 不顾一切地飞顿着 在那三个庞大的神识出现的瞬间 亡灵目光一闪 已然察觉 这三股神识他很熟悉 正是他在空间裂缝内的 三个邻居 亡灵这三年来分散出去的神识 一道接着一道回归 每回归一份 他的神识就壮大一份 渐渐地 亡灵的神识回到了曾经的程度 他也不急着动作 盘膝坐下 适应着这个陌生的身体 这时 几个神秘物种如幽灵一般 从远处飘来 远远看到亡灵之后 略以犹豫 徘徊不前 最终似乎实在无法忍受 每位当前的诱惑 呼啦一下 一拥而上 在距离亡灵几十米外时 亡灵猛然睁开双眼 目中寒光闪烁 不知死活 庞大的神识突然从他体内散出 那些神秘物种 一个个犹如遇到天敌一般 发出阵阵尖叫 疯狂向后退开 没等他们退出多远 就被亡灵的神识追上 一口吞下树枝 正待亡灵要继续吞噬时 猛然间又有一股神识 隔空传来似要阻拦 哼 亡灵冷哼一声 不但不退 反而速度更快地追上 把所有冒犯他的物种 全部吞噬 那神识传来一声叹息 没有说话 此时亡灵的绝大部分神识 已然归体 只是有极少数的一些神识 不知为何并未出现在 域外战场 所以无法召唤 但就神识的强大程度来看 与当初相差无几 诸位 过境 亡灵神识一扫 传出一道波动 转眼间就扩散至整个域外战场 那三个从空间裂缝钻出来的庞大神识 正在畅快地吞噬 忽然动作一顿 紧接着各自向亡灵传来 你很强大 没想到真的从那里出来了 此处空间已经坍塌 我们身为吞魂 使命就是吞噬子 防止他的坍塌大反为慢 你也是吞魂之一 为什么要干涉 新生的吞魂 我的游魂冒犯了你 尽管惩罚就是 但吞噬坍塌的空间 是我等从诞生之日起 唯一的使命 即便我们不吞噬 过不了多久 也会有其他吞魂来此吞噬 三道庞大的神识 各自说出一句话后 并没有再继续吞噬 而是静等亡灵的回复 在他们心中 亡灵已然是与他们 同等的存在 这是亡灵第一次听到 吞魂之说 他沉思片刻 脑子里整理出 马良生前的记忆 知道传颂阵即将开启 若是此时 域外战场坍塌 这传颂阵还能不能开启 就是未知了 我并非想要阻止 而是希望 这域外战场 最终坍塌的时间 放缓一些 可以 如你所愿 我也同意 不过游魂们的历史 不能阻止 与那三个庞大神识 达成协议后 王林身子一动 向着马良记忆中 传颂阵的方向飞去 一路上 凡是游魂 只要察觉到王林 立刻一哄而散 不敢阻拦 王林对这个新身体 很不适应 虽说马良的天资灵根 还算不错 比王林之前要好数倍 但这身体 毕竟是夺舍而来的 需要一段时间的济炼 才可完全占据 此时 他体内没有半点灵力 完全是靠神识驱动 眼下最重要的 就是尽快找到一处闭关之地 济炼身体的同时 把修为提高 以便配合强大的神识 杀回赵国 飞行中 王林忽然停了下来 望着西北方向 略一沉吟 就飞了过去 时间不长 只见三道长虹 急速飞来 在其后面 十多个游魂 紧追不舍 越来越近 周子虹 是三级修真国 火焚国战神殿的弟子 此时一向填静的他 敏紧嘴唇 头发散乱 香汗淋漓 体内灵力 已经到了 游进灯窟的地步 他露出悲愤之色 看了眼身边的两个师兄 二人也均是面露恐惧之色 不顾一切地向前逃顿 此地战神殿还存活的同盟 恐怕只剩下我们三人 周子虹凄惨一笑 在三天前 战神殿还有十人 可谁能想到 这域外战场居然突然坍塌 更是出现了大量的诡异生物 凡是修真者被它们铺上 立刻魂飞魄散 就连身体也会立刻萎缩 最终失去血肉精华 变成干尸 而那些诡异的生物 似乎颇为喜欢藏身于干尸内 以至于它们现在只要一看到尸体 就会心惊肉跳 战神殿的十人 除了四天前独自离开的马良外 就只剩下他们三个 周子虹苦涩地叹了口气 匆匆回头看了一眼 距离越来越近的诡异生物 绝望地闭上眼睛 脑中不由自主地浮现马良的身影 那马良一向胆小如数 贪生怕死 偏偏还脸皮急厚 不论怎么打麻都不在意 徐师妹就是因为被他缠得受不了了 这才想个方法 把他弄到域外战场来 若不是看他可怜 多次出手相救 恐怕他早就生亡了 这马良倒也有良心 前些日子给了我一粒丹药 说吃下猴可以助眼 也不知真假 周子虹脑子里控制不住的胡思乱想 就在这时 他忽然听到身边杨雄师兄焦急的声音 马良 快跑 周子虹一震 袖目睁开就看到一个青年向这里飞来 那青年眉清目秀 却有股冷意隐含其间 胸口衣襟处有一片血污 马师弟 看来这次 我们都再见难逃了 那位杨师兄看起来约三十多岁 脸上露出惆怅之色 王林扫了三人一眼 没有说话 此时后面追来的十多个游魂 忽然全部停住 盯着王林露出惆怅之色 王林轻哼一声 神识中传出一股波动 滚 十多个游魂顿时惊恐地慌乱退开 转眼间就消散一空 周子虹呆呆地看着眼前一幕 怎么也猜不到那些可怕生物 为什么突然就走了 忽然他转过头看着王林 心底生起一个啼笑皆非的念头 难道这些可怕的生物 是惧怕马良 太荒谬了 面头刚一冒出来 周子虹就否定了这个猜测 其余两个战神殿弟子也是一头雾水 但无论怎么说 那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让三人都松了口气 杨师兄在几人中资格最老 他心有余悸地四下看了看 师妹 那些生物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不进攻咱们 但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还是尽快赶到传送镇 快些离开这里吧 马师弟 你修为最低 一定要跟紧我们 万万不能让那些生物扑到身上 否则会立刻魂飞魄散 还啰嗦什么 你们不走 我走了 说着 那青年身子一动 急速飞出 王林通过马良的记忆知道 此人叫做林涛 杨姓师兄也连忙赶了上去 周子虹看了王林一眼 小心 说完 他身子一跃向前飞去 王林始终没有机会说话 他抬起脚步 不慌不忙地跟在后面 之所以救下这三人 除了另有打算之外 还有一层原因 那就是王林感受到马良对周子虹颇为感激 他自觉夺了马良的身体 应该帮他做一些事情 这才救下了周子虹 周子虹几人飞行中极为谨慎 甚至连从储物袋内取出补充灵力的药物都是非常小心 飞行中周子虹多取出了一粒药物递给王林 王林看着手中的药丸 不由自主想到了自己的逆天珠子 由珠子浸泡之后的液体是最佳的恢复药物 可惜 装着连葫芦在内的众多宝贝的储物袋 都被藤花园捏碎 化为乌有了 王林暗叹一声 他能在神识中感觉到珠子的存在 甚至连那把血链之术的飞剑也同样感觉得到 不过眼下不是探查之实 他沉吟片刻 心底更加确定 待出了狱外战场后 一定要寻个地方闭关 这几天 狱外战场内的修士们发现 空间崩溃的迹象 似乎略有缓解 但这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任何用处 相比于大片的坍塌 那些莫名出现的诡异生物更加可怕 坍塌也就是塌陷一片 视觉上看最多也就是人忽然消失了 可那些诡异生物一出现 就会对战场上的修士展开疯狂的吞噬 修士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人的魂魄被吞噬 血肉之躯 眨眼间变成干湿 若是让这些修士自己选择死亡的方式 几乎所有人都会选择坍塌 而不是被吞噬 整个域外战场一共有四处大型传送阵 王林四人飞向的方向正是离他们最近的一个 对于这四个传送阵 王林没有固定的选择 对他来说去哪一个都一样 这传送阵只能传送有资格御服之人 凡是进入域外战场者都会被吓发一个御服 除了抵抗刚风之外 这御服最大的作用就是能被传送回去的信物 王林没有赵国的信物 根本就无法通过传送阵回到赵国 眼下他又是占据了马良的身体 所以对他来说最佳的选择就是马良所在的火焚国 这也是他救下周子虹三人的另外一个原因 以便抢一个御服 当然若是能找到许昊葛阳二人 那自然是最好 这二人已经被王林列为了必杀之人 杀他二人并非是为了马良 而是因为这二人知道真正的马良已经被杀死了 为了不留后患 许昊葛阳二人必须死 这一路上 王林根据马良的记忆 已经联系了他的三个邻居 让其代为寻找 整个域外战场上所有的游魂 在这一件事上都成了王林的耳目 一旦有二人的消息 他的三个邻居会立刻通知他 如果到最后还是没有这二人的消息 那只能说明他们已经死了 经过连续七日的飞行 让周子虹三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仿佛所有的诡异生物都看不到他们一般 对他们完全忽视 所以这一路上三人可谓是有惊无险 最终他们甚至已经习惯了被那些诡异生物忽视 以至于看到古怪的生物后 并不像以往那样立刻停住改变方向 而是速度略减 带那生物走后 再加速飞行 最离奇的一次是他们亲眼看到一只生物突然扑向了周子虹 但就在他碰到周子虹的瞬间忽然尖叫着退开 不顾一切的仓皇逃离 三人不是傻子 如此诡异的事情自然会产生怀疑 结合前后的事情稍微一想 立刻明白问题应该出在王林身上 周子虹张了张口 想要问些什么 最终还是没问 其余二人全当没有看见 不是不想问 而是不能问 此时若是一句话得罪了王林 恐怕性命就要丢在这里 况且现在他们因为王林的原因 不被那诡异生物袭击 能活着回去的概率大大增加 所以明智地选择了回避 只是那名叫林涛的弟子 背对着王林 眼神闪烁 心底不知在打着什么主意 不过很快 他神色恢复正常 看不出半点端倪 再有不远的路程 就能赶到最近的传颂镇 此时附近的修士也多了起来 所有人的目标都是前方的传颂镇 王林之前已经用神石探查过 前方的传颂镇外 已经聚集了一些人 都在等待传颂大镇开启 一道白色的光幕笼罩 在传颂镇上起到保护的作用 在传颂镇外 漂浮着大量的干湿 这些全都是想要进入传颂镇的修士 四周更是时而出现一些游魂 在一具具干湿内钻来钻去 域外战场的传颂镇 平时都处于关闭状态 只有在固定的时间才会开启 现在距离开启时间 还有两天 这些修士在传颂镇内 紧张地盯着外面 一有风吹草动 都会让他们惊魂不已 不过慢慢地就有人发现 那些游魂只是在外面徘徊 绝对不会碰传颂镇的光幕 于是镇内之人纷纷松了口气 正在飞行间 亡灵神色微动 他的邻居神石传过来 发现了他要寻找的那两个人的踪迹 这两个人已经死亡 储物袋正在被游魂送来 没过多久 一只头上生有双脚的虚幻游魂 从远处急速飞来 原本周子虹三人并未在意 但却发现那游魂越来越近 他们心惊之余 也不由得看向亡灵 那游魂停在三人面前 冲着亡灵一甩 三个储物袋立刻飞出 被亡灵抓在手里 游魂做完这一切 立刻转身飞走 亡灵目光闪动 盯着那游魂 停 游魂一顿 转过身子 颤抖地看向亡灵 亡灵看都不看周子虹三人 身子向前一送 轻飘飘地来到游魂身前 亡灵吞噬的游魂 没有一万也有八千了 具体数字他自己也没算过 不过他一眼就看出 眼前这个游魂有些不对劲 他之前吞噬的游魂 更像是一种 以神识状态存活的生命体 他们具备一定的智慧 只不过天生的本能是吞噬一切 而眼前这个游魂明显是不同的 他的身体极为博杂 众多灵魂被他吞噬后 仿佛没有消化一般 在他体内留下了很深的痕迹 这种痕迹积累到一定程度后 游魂的体质也被彻底改变 王林目光闪动 仔细看了许久 他从这游魂身上居然感受到了一丝 当初在梦境空间内 看见司徒男的原因时的感觉 或者说两者之间 仿佛有一种共性 去杀了他 王林右手一指林涛 此话一出 周子虹三人顿时面色大变 尤其是林涛 脸色苍白急忙退后 那游魂听到命令 二话不说就向林涛扑去 周子虹咬紧下唇 有心想要阻止 但却张不开口 杨姓师兄则是轻叹一声 脸上复杂之色 一闪而顾 林涛慌乱地在四周绕来绕去 想要闪躲游魂 他自知即便是逃走 先不说能不能快得过这游魂的速度 即便是侥幸逃了 域外战场这么大 他自己肯定无法活着回到传颂镇 前辈 我与马良没有任何交情 同门这些年 我们说话都很少 前辈饶命 我愿成为你座下奴才 前辈饶命啊 林涛焦急地说道 此时游魂距离他极近 王林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 右手一挥 游魂立刻停了下来 林涛的额头冒汗 他不敢去擦 而是恭敬地站到一旁 前辈 您定然是上级修真国的高手 林涛有幸成为你的奴才 绝不会有半点杂念 说着 他双手掐出一个手印 猛然间按在自己额头 顿时一滴晶莹剔透的血猪 从他眉心间冒出来 慢慢地飘向王林 那血猪出现后 林涛整个人顿时萎靡下来 神态虚弱 紧张地看着王林 王林大手一挥 抓住血猪 林涛看到王林接过血猪 立刻松了口气 他知道 自己的小命算是保住了 林涛很聪明 可以说 他是第一个发现王林古怪的人 不仅如此 他还猜测马良已经死了 眼前的这个师弟是被人夺赦了 但他不敢说 更不敢去提醒其他的师兄弟们 林涛深知 跟着王林 是自己目前唯一的活路 即便王林不杀他 哪怕是把他赶走 他也必死无疑 所以这件事情根本就不用考虑 在王林命令游魂杀自己的那一刻 林涛就明白 对方显然早就发现自己知道了真相 所以他没有装傻质问 这是林涛聪明的地方 他极为干脆地自愿成为王林的奴仆 而且还送出了一丝魂魄精血给对方 让对方完全放下杀心 拿到他的精血后 只要王林一个念头 林涛就会魂飞魄散 但他没办法 为了能继续跟着王林 为了能够走出这域外战场 他没有别的选择 只能这么做 那么多人 对方